在明天的时候就有机会发展成今年第20号台风台美 那外来的话它外来的话就是会先以这个偏西的方向 然后往西北西的方向朝旅宋岛的这个外海去做前进 虽然已经10月下旬 但在关岛附近的热带扰动已快速形成为热带性低气压 预估未来24小时会增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台美 也有部分的模式认为就是说 到了旅宋岛的东方外海之后 那它开始会有逐渐北转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就会离台湾比较近一点点一个情形 所以尤其像是在下礼拜二礼拜三之后 这个路径的一个不确定性算是相当的大 其中欧洲模式预估台风可能北转朝台湾东部外海前进 美国模式则认为台风不会转弯持续朝西 可能还会与东北季风有共伴 两种路径对台湾都有影响 它又没有受到地形的破坏 所以就结构上来讲 我们评估未来至少会是中度台风以上 除了台风影响外也要留意东北季风 像是周日早上最低温在新北石定区只有20.8度 新北富贵角也出现21度低温 而东北季风周一稍微减弱 周二晚上开始又有新的一波报道 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会再增加 秋天转凉温差变化大 要留意东北季风外也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 防灾准备不可少 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秀宫 中文字幕秀 同废捘